鮭魚肚 大家好我是姊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非常銷魂的 炙燒鮭魚肚蓋飯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 白飯 鮭魚肚生魚片 鮭魚卵 日式柴魚醬油 裝飾生菜 先把切好的鮭魚肚平均鋪在 排飯上面 姊夫喜歡用鮭魚上腹肉 因為上腹肉的油脂適中 感覺不會太油膩 當然 你們也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部位 現在 來做玫瑰花 第一片先用夾子捲起來 像這樣 第二片再把第一片包起來 像這樣 第三片再把第二片包捲起來 接下來 接下來只要一片接著一片 貼著包捲起來 這樣就好囉 捲好的鮭魚玫瑰花 放上去 稍微整理一下 淋上日式柴魚醬油 用噴燈自燒上色 經過噴燈的稍微焦化 整個香味都噴了上來 這是廚師才有的福利喔 這個香味你們要把臉塞在碗裡面 才能感受得到一點點 那 姐夫就只好獨享囉 另一個主角登場囉 另一個主角登場囉 圓潤飽滿的鮭魚卵 隨意裝飾一下 消滾炙燒鮭魚鍍蓋飯 就完成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 掰掰